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昨天讲《四分律》里面的《随机揭磨疏》里面有一句说话是这样的 戒是景义之原也 以凡夫无耻随妄轻业 动与妄汇无思反本 是以大圣树戒景深 不得堕莽还伦生死 戒能够令自己反省自己 令自己调伏自己的心 我们众生为什么会流转生死苦海呢 根据《维摩杰经》说 众生之大病在于攀缘心 人因为有攀缘妄想分别的心 人攀缘什么呢 攀缘外境 我们有能源之心 所源之境 大家知不知道你的所源境是什么呢 你要了解 自从有生死以来 六根攀缘六尘 眼耳鼻舌身意 攀缘色声香味触法 就被六尘同化了 以贼为伴 以这些六尘的境界为伴 以烦恼为伴 我们要减 要灭除烦恼 所谓琴贼必须琴王 一定要知道烦恼心是怎样生起的 可能初学佛法的人 未必明白 为什么要知道有没有烦恼 如果初学佛法的人 可能他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世界上的苦是为什么 为什么有痛苦 为什么有烦恼 可能一无所知 但你需要知道的 我们昨天花了很多时间解释这件事 我们六根是执着六尘 而产生烦恼 我们所源境就是外面的六尘 有些人说 我不用受戒 因为我善心就可以了 我一定要受戒 我心善就可以了 但是善和戒是不同的 祭元里面说 戒有二二一 有本歧誓 二骗该生境 如善反之 故不明戒 有些人说我不受戒 我心善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么麻烦要受戒呢 受五戒又要三归依 依依佛依罚依罚依 又要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人 不妄语 不饮酒 这么多束缚 我不用受了 心好就可以了 其实你是不懂的 为什么呢 戒和善是不同的 戒是有本歧誓的 你受五戒的时候 你尽形受 我这一生里面 都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人 不妄语 不饮酒 起码是五戒 你虽知道我杀生 偷渡 邪人 妄语 饮酒 得到的你种下的因 得到的果报是怎样的呢 是非常痛苦的 根据《妙法年花经》所说 三界无安 犹如火窄 众苦充满 甚可报位 但是有很多人 生活在痛苦之中 他都不知道 所以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的时候 就要我们了解到 四圣帝 所以四圣帝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说 四圣帝是小圣的佛法 但是这个小圣的佛法 所说的四圣帝 四圣帝没有分大小圣 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 虎杂灭道 虎杂灭道为四圣帝 虎是什么呢 你要了解到你现时 生活 轮转为人道 我昨天说过 我们同事天涯 伦乐人 都是伦乐在三界六道之中 其实是很多痛苦的 不过我们生活在痛苦里面 而无所知 这个世界是痛苦的 有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怨憎悔苦 五蕴赐成苦 大家都知道 有这些痛苦 这些痛苦是怎样得来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些痛苦呢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 所以佛陀和我们分析这些痛苦 为什么我们有这些痛苦 到 找出 解决这些痛苦的方法 佛法就是 怎么解决这些痛苦 最后灭 灭是什么呢 当这些痛苦灭除的时候 就是涅槃的境界 常乐我正的境界 无痛苦的境界 所以我们 四圣地苦习灭道 是必须要是常自我反省的 佳和善是有分别的 佳有本期誓 八关灾界 一日一夜 不杀生 不偷渡 不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不高觉坐 高港大床 不着华曼衣 不往听 事过 歌舞 不非是食 八戒有一日一夜 或者两日三日三夜 菩萨佳是尽凝受的 菩萨佳是尽未来劫 你都受菩萨佳 他有本期誓 和善不同 善 你见到有人 有人受痛苦 你帮助他 又生悲闻心而帮助他 没有一个期限 期限着你 效力不大 所以戒是有一个 时间的概念 骗该生境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持戒的对象 在十法界有情无情 都是你持戒的对象 很广大的 你持戒的对象 是很广大的 不只是一两个人 你捐钱给医院 你是悲闻病人 你是同情病人 但是你的戒律就不是 你的戒律 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忍 是骗所有的一切众生 你也是 有这个慈悲心 是不同的 有情无情的境界 你也是你持戒的对象 所以善和戒是不同的 戒是特别有效果的 善就是泛泛言 没有一个清淨心 没有一个愿力 更是没有一个戒体 善是没有一个戒体的 戒才是有戒体的 大致道论有一句 持戒之人能以精进自制五情 不受五欲 如果你受了戒的时候 你自然有一种控制自己的力量 受戒的人 不会以自制五情 不受五欲 若心以去能涉令环 你的心被外境涉取 他能够不被外境影响 如果你不能被外境影响 你慢慢就有定力 人就因为没有定力 因为没有定力 为什么他经常要打机 一天打五个小时的机 你叫他不打也不行 因为他被打机的力量牵走了 若人静坐一须而 圣坐河沙七宝塔 宝塔虽多会变坏 静坐串香见真如 静坐串香都能够成正觉 有时候一静坐之中 可能反望归真 半小时 串香半小时有些就会点完 串香就是点了一串之香 那么小时 能够令你成正觉 可能半小时 有些人叫他半小时学习佛法 半小时拜佛众经 他没有 你叫他一小时在电话说是非 也有 在哪个佛堂好 哪个佛堂不好 哪个法师好 哪个法师不好 张家祥 李家短 今天有什么有什么新闻 他可以说两三小时 在电话可以随时讲一小时 但是你叫他念咒念经 拜佛半小时 他没有 你自己反省一下 静坐串香见真如 但是他不会做 如果你的心被所缘境 窃取了你 你能够拉回你的心 这个力量很强 这个力量就是制心一处 无事不办 如果你需要这样训练自己 你的定力就强 当你定力强的时候 你就做到自己的主宰 不为责所牵前 所以 这些外景 是属于粗境 只要是属于粗境 其实戒不止五戒 比丘不止二百五十戒 比丘来不止三百四十八戒 戒有多少 人家说戒有多少种戒 佛陀所制定的戒有多少戒 外面有多少戒 外面有多少戒 现在我眼前有多少戒 无量百千万戒 这个有一个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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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数得进多少戒 有一个戒就有一个戒 但佛陀制法怎能制到无量百千戒 有一个戒就有一个戒 有一个戒就可以牵引你 有一个美丽的戒 你就给美丽的戒牵引你 当然有声音 一个不好的声音 或者批评你 诬蔑你 损害你自尊心 你就给这个戒 你自然就被那个戒牵引 这些是属于粗戒 戒是对峙这些粗戒 小的戒都对峙不了 小的戒是来自深的 外面的不过是粗戒 粗戒是用戒律 去祭持他 用戒律去捉他 你自己想想 粗戒我们尚且不能制止到 何况心烈的境 家庭里面 婆媳不和 家婆说了一句说话 她说媳妇煮的东西不好吃 说了一句说话 下一次可不可以加多些盐 不喜欢 这是粗戒 因为这个境牵引着你 整天都不开心 回来还要跟她的儿子complain 这些是完全执着的外景 这些是属于粗戒 心里面的境 还有最小的境 即是外面的境界不执着 逐点逐点破了外面的境界 不执着的境界 有见画 有见画 丝画 陈沙画 三画 而初过呢 初过 二过 三过 四过 逐点 逐点 去修持的心 他能够 不被外景所涉持 而有这个定力 见画破尽 没有了我见 没有了 当生所起的 并不是拘生的 建画已经是 灭除了 大部分的初过 再灭除了二过 再灭除了 彻底无了我 去到阿罗汉过 即是逐步逐步 不被外景所涉 而破除外景 执着外景之心 这样才慢慢 慢慢 能够 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的戒律 只是帮你对着粗景 你怎样成佛 离苦得乐 怎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随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以小善根福德因缘而生彼国 你少些善根福德的因缘 都不能生阿罗弥陀佛极乐世界 这些善根福德因缘是什么 善根福德是要从慈戒里面有的 你不慈戒 哪有善根福德因缘 没有善根福德因缘 怎样生西方极乐世界 慈戒可以令到你现世 就能够得到好的果报 来世如果你不收 你只是慈戒 起码可以生天 起码可以做人 当然你仲俗子观 般若你更加提升自己 心已去能舍令还 是为于戒能 护诸根 护诸根则生禅定 生禅定则生智慧 生智慧得志佛道 是为持戒生 皮利耶波罗蜜 皮利耶波罗蜜即是戒波罗蜜 所以大家知道 戒律是对治粗境 而我们平时的普通的人 连粗境都不可以对治 连粗境都不可以对治 你就是要受戒 受戒来对治 如果你不受戒 你是无法对治烦恼的 当有烦恼来 你连粗境 何况心里面的境 心里面的境 如果你持戒 还加以止观 便容易对治心里面的境 你这样修行 就很快进步 如果你犯犯言 拜佛 证习经 念阿弥陀佛 证习经 拜佛 烧香 求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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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离苦得乐 下一世或者好些 不知 下一世做得回人 我们今世做得回人 因为你以前受过五届的一届 两届 三届 四届 乃至五届 你是受过戒才能做回人 如果你前生偷渡邪淫妄语 没有受戒 你做不回人 在三恶道里面地獄恶鬼畜生 痛苦无量 人已经是痛苦了 地獄恶鬼畜生更加痛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修行 修行是要修心 修心必须要从 持戒开始 杜孙法师有南山三大部里的行字抄 你会否这么说 依比凡本巨立三名 初言疲离 此番为律 二言思罗 此番为戒 三言波罗提目叉 此魂处处解脱 戒有三个名 不同的名 以凡本巨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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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言疲离 疲离是什么 Vin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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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Romanization 以英文 Is Vin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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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律 汉文亦是疲离 第二 斯罗 斯罗 如果用英文的拼 英文拼凡音 比较准 Latin和Sanskrit Pronunciation 是有些similarity S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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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波罗提目叉 以凡音来立名 波罗提目叉是什么 Praktimoksa Praktimoksa Praktimoksa即是处处解脱 处处解脱 我们再深入 去 研习 界的三明 知道界的三明很重要的 你就知道教行果 那个仪利 Vinaya 律 佛所制成的律法 即是他的开遮瓣 如果你受了五界 你要知道受了五界的人 受了菩萨界的人 都要知道每一个界律的开 每一个界律的遮瓷 犯 轻 重 和 忏悔的方法 这些全部要知道 你不知道受了界都不懂 以教行果为三次第 祭律必依据于教 而教必 全显上壮 规定界相 界行才得以建立 持界为因 必有结果 其果为解脱 即是 以教行果来说 一定要制定有教才行 这就是律 有了教之后 你要行 You have to practice 你有了那个 Philosophy 有了那样的 Teaching的讲法 你还要practice 还要行 行就是那个界行 和界相有关系 有了行有了界行 你一定有果的 那个果就解脱为果 Vinaya 即是律 叫做疲离 如果你看经文的时候 佛经有个疲离 即是律 什么是施罗 施罗 亦为清凉 能除众生热露 以功用来说 以他的function 以他的function来说 亦为界 很清凉 能够purify 清凉你的身口二三叶 皆为因解脱为果 接着波罗提目叉 Platimoksa 亦为解脱 身口 七非 身有 杀道人 网网 恶口 二与两舌 各各都防护 随分 处处解脱 如果能处处持戒 处处得解脱 有了戒德 断绝烦恼 了处生死 得到三顺解脱果 Vinaya 皮利 即是教 Silla 和Platimok Silla 就是行 能够得清凉 令到热露的身口二三叶楼得清凉 波罗提目沙 就是果 所以界有三名 就是这样 界有四二 除了三名 界还有四个二里 为什麽呢 界的四二 是我们中国 杜孙律师 所分析出来的 界的二里 是界律之前是没有的 是杜孙律师所分析出来的 杜孙律师听界律 我们平时听界律 我们听完一次或者两次 我们自己去研习 但是杜孙律师 学习界律的时候 相传 他师傅跟他讲界律 他是听了二十一次 别人学习的心很坚强 我们听界律 听金刚经 我听过了 又是讲金刚经 又是讲心经 我听过了 但是杜孙律师听说四分律 是听二十一次 所以他成为四分律的 律组 每次听都不同 好像我们每次讲都不同 每次讲都有自己的心得 都会发达自己的心得 这个界是有四科 界法 界体 界行 界上 这是杜孙法师所分析出来的 佛陀所制定的界法 佛陀所制定的界法 有化教和制教 化教令开慰解 非对过立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佛陀成佛 开始转法轮的前十二年 是他未制定制教的 即是说他所说的 这件事不做得 是大概略说的 令他定位 能够启发他的定力 开启他的智慧 非对过而立 不是说有一个 比丘犯了错过 我要制定这个界 防止这个错过 化教是 general 即是说有些事情不应该做 有些恶不应该做 防非止恶 但制教就不同了 迟犯皆定 随过制约 即是有某比丘犯了这个界 佛就制止 就有条界 于是 比丘有250界 每条界制止 有这个境 有人犯了这件事 本来没有一个regulation 但这个人 犯了那件事 maybe we should impose this as a regulation we create that regulation to control that bad deeds 就是要有一个 后来制立的 制教是12年之后再制教的 迟犯开遮 迟就是说 怎样为止 受持这个界 不犯 怎样为止犯 开就是说开完 在某一个情况之下 虽然你犯了 不当不是犯 因为在某一个情况之下 你做这件事 虽然 戒律里面不准做 在某一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做的 这就叫做 开 遮 这就是制止 轻重 等等这些是要在 戒律里面学的 参悔方法 移轨 作法 了解 问遮难 这些全部是移轨 什么叫问遮难呢 譬如你受聚触戒的时候 要问遮难有几样东西 你有没有犯过这些事 你有没有 有几个学的项目 会问你 你父母有重病的时候 你有没有 不照顾弃父母而去 有几个问题 问你 你有没有与 比丘比丘来作不正行 问你有没有 如果你有 你不可以出家 有几个问题 你是犯过的 你是不能受到戒 这些是问遮难 这是整个戒法的系统 也叫做戒法 所以制定的戒法 第二就是戒体 当受戒者登坛领立戒法的时候 行者将戒的精神 贯穿在身心之中 产生防非止恶的功能 所以 受戒 你要很严谨 你要登坛 要请私 要观赏 你未受戒的时候 有些人说我受五戒 如果这个仪式是很简单的 你站在一边 别人这样说 你又这样说 你完全不观赏 你未必得到戒体 你受了等于没有受过 别人受戒登坛的时候 那时候作仪式 我这些仪式也不太懂 我不理他了 我自己念大悲咒 那别人做什么 你什么都不理 我念阿弥陀佛 你们搞什么就跟着你 你叫我怎么做 我不知道怎么做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叫我跪就跪 拜就拜 我不知道 那你哪有戒体 受了等于没有受 你是要观赏的 要教你观赏 你怎样去持戒 怎样去观赏都要教你 如果你不观赏 你浪费了你的时间 你受了等于没有受 受了戒有个戒体 这个戒体是什么 这个戒体是看不到的 这个戒体如果用英文说 That's the kind of energy in you That energy would always Stay with you 这是防非止恶的energy The energy to prevent you from doing bad deeds 有一个特别的energy 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 就会潜伏 因为你受戒的时候 那个诚心 那个灌赏心 强 你越强 你的戒体越强 这个戒体永远成为你 学道和一切善法的种子 这个力量潜伏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 成为一个无作戒体 这个戒体一旦生起 就不需要再假身口意造作 能够相叛你令对皇妃子恶 这个戒体是很重要的 这个戒体是什么呢 你睡觉的时候 如果你时常 受了五戒 你受持五戒没有违反 你的戒体不断长养 不断增长 你的力量不断增长 所以逢供受了五戒的人 他今天登坛受戒 他完全知道为什么要受戒 为何要受戒 亦都有真真正正的观想 受戒司和他 讲得清清楚楚 他清清楚楚的如理作意 他的功德非常大 大到感动大地震动 你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受戒那一天 你将来会成佛 如果一个众生成佛 无量众生得道 所以大地也感动 功德无量 你有了这个戒体 如果那时候有了这个戒体 这个就变成了无作戒体 由有作戒体变成无作戒体 有作戒体为什么呢 有作戒体就是说 你要做这些仪式 有了这些仪式 你才有那个戒体 有了这些仪式 当你的能力成立了的时候 这个力量成立了的时候 它永远增长 你睡觉 晚上睡八个小时 这八个小时的戒体一直增长 即是说 那朵花 在你心里面 这个戒体的花 不断地增长 这个果不断越来越增长 所以如果你受戒的人 今天受戒 有了这个 有作戒体变成无作戒体 一年之后我看你脱胎换骨 你是另一个人 因为这个戒体不断增长 你的能量完全不断 因为我们在寺院里面 遇到不同的居士 有些居士跟我反映很多 奇奇怪怪的遭遇 现在工作的人 尤其是在 Finance里面工作的人 他时常要出差 有很多都要出差 出差的时候我发觉 受戒的居士 有很多特别的感应 有些未受戒的人 因为他时常住酒店 就告诉我们这些酒店 很多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受戒的人 他有特别的感应 一入到那里 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看到你有这个戒体 这个无作戒体 在里面 他看你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人 你完全是不同的 是一个受戒的人 赖戒律的人 真正有戒体的人 他的面相也不同 有诸内必凝诸外 所以你说 你想你改变你的面相 你不如受戒 你不要看那么多看相佬 这里没有看相佬 我没有打烂你的饭碗 不用跟你看相 如果你是真是 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人 不妄语 你是持佩菩戒的时候 你整个样子都变成了一个菩萨 有些人一看样子 他就很慈祥 他真是受戒 有些人受戒之后 他仍然很凶 为什么呢 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受戒 他只是想走前一点 搭着戒衣 人家在佛堂两三年 在佛堂两三年 我都在后面走 我要走前面 在前面就搭着戒衣 我走前面 我受一戒就可以了 你怎知道我受多少戒 我受一戒就走前面 每个人都希望走前面 所以 戒体是杜宣法师 详细分析下来的模作戒体 杜宣法师有很多著作 其中有两部著作 一个叫感通转 杜宣法师是唐朝的人 感通转和三宝 感通转 杜宣法师时常有感应 是天人 跟他 互法 有时他自己修持的时候 未煮饭的时候 未煮饭到天人跟他送饭 还有一位居士叫做委居士 这位委居士时常跟他沟通 时常 委居士时常跟他沟通 他问这个委居士是天上的人 他叫做委居士 后来 原来他是委佛菩萨 互法的委佛菩萨 这个委居士是怎样 他常常跟天人沟通 因为天人的时间跟我们 梭婆世界的时间不同 这个杜宣法师 作了这些著作 我解释这些佛法 这些界法有没有解错 佛陀当时是否这样解法的 因为已经是2000多2000年前 当时唐朝的时候 已经是过了1000年 天人说 你没有解错 完全是佛陀的意思 感通转 你们可以看 感通转 和三宝感通转 里面全部写他跟天人的 溝通 感通转 这个界体 如果你受界受得好 你确实有这个界体 即是有能量 有能量 这个能量是非常强的 这个能量是能够令你成佛 令你成为菩萨 在现世来说 能够令你更加顺利 有很多人常说 我常常给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摘这里摘这里摘那里 你就要受界 你受了界就没事了 戒行 将界体如法表现 在身口二三叶里面 即是以行为言语 意念里行 戒法 能益能持能防 戒法能够能益 能持能防 及掌养界体 一一将界相如法受持 无有违凡 戒行就是 用行动表现出来 你所受的戒用行动表现出来 如果你初入佛门 你最低限度要三归依先 归依 佛 归依 法 归依 僧 你入了佛门 这么久学佛门 完全未归依过 你要先归依 归依是最初的界 你连归依都未归依 不谈得有界律 归依之后 你再受五界 你受五界 越来越 所做的事会如意 戒相 即是所专守各种不同的界条 持五界 十界 乃至二百五十界 比丘二百五十界 比丘尼 三百四十八界 还有菩萨界 按他的持犯轻重 各各有不同的相状 戒法 戒体 戒行 戒相 大家要知道 戒相即是每一条戒律 是什麽要知道 是什麽是三罪静戒 什麽是三罪静戒 三罪静戒 即是说 你除了受了 戒之外 你还进一步受菩萨戒 有三罪静戒 有三罪静戒 罪是种类 三罪静戒 三罪静戒是什麽呢 泄律仪戒 泄善法戒 和泄众生戒 当你受戒的时候 你要发愿 你发愿 基本上是发三个愿 断恶修善 度众生 因为你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人 不妄义 不饮酒 是断恶 修善和度众生 没有强调到 但是菩萨戒有强调 所以你继续修菩萨戒 功德不可思宜 但在居士裏面 受菩萨戒的人 甚少甚少 受菩萨戒有六种 基本上有六种菩萨不同的戒本 以后再一一介绍 起码 你上了这三堂的时候 你对于戒律有些认识 如果你听一点不听一点 懂一点不懂一点的 你对戒律没有认识的 你谈何学佛 我们叫做戒定为讲堂 学佛要从戒开始学 你要知道哪些事你可以做 哪些事不可以做 你杀道淫妄都可以做的 你怎样学佛 你不学戒 你不辞戒 你不受戒 是永远不成佛的 有没有杀道淫妄都可以成佛 不可以的 所以第一 涉律而戒 律就是禁止的意思 二就是诡犯的意思 包括防非止恶的行门 一切菩萨戒七众所受的戒 在家二众 出家五众 在家二众丘婆撒丘婆怡 即是男居士女居士 出家的 沙媚尼 沙媚尼 色叉摩罗 比丘比丘尼 所有这些戒律 是断恶的 防非止恶的 所以防非止恶 这是律而戒 这是法身之恩 佛有三身 法身 应身 暴身 这个 涉律而戒是断恶 强调于断恶 涉善法界 修涉一切身口意的善法 以及文师修三惟 六道波罗蜜等 开显出万行 因掌仰诸善法 乃报身之恩 名为自得 修善 断恶修善道众生 如果大家 受戒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这三件事 你的心经常想着 断恶修善道众生 断恶修善道众生 断恶 就是所有恶事不做 修善还要积极做一切善事 还要广道一切众生 涉众生界 涉众生界作妖益有情界 以慈悲喜舍利落一切众生 令远离恶行 修学佛法 此乃认身之恩 名为恩德 所以有断德 自德 和恩德 这是三罪正界 如果 受为菩萨戒 就是修善道众生 法院朱林说 伟大的圣人道化众生 功能得用唯独在戒法 有很多人说 他说 你可能是最后一页 《菩萨戒本经》里面有《观无量寿经》里面说 有些人说我只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我修念佛法门 我需要持戒 我修念佛法门 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你看看《观无量寿经》里面怎样说 《菩萨戒本经》里面说 对《谓提希夫人》说 欲生比国者 当收三种福 一者孝养父母 逢是师长 持心不杀 收十善业 二者授持三规 具足仲界 不犯威夷 三者发肚提心 深信恩果 独颂大乘劝进行者 所以你想生西方纪律世界 持戒非常重要 你要修三种福 你要修三种福 当然你要念佛有信愿行 你还要修三福 你才可以往生西方纪律世界 根据《观无量寿经》说 你的三福是怎样修呢 第一个福 孝养父母 逢是知长 持心不杀 收十善业 那你就涉善法界 第二福 受持三规 具足仲界 不犯威夷 那你就涉善律而戒 三福 发菩提心 深信恩果 独颂大乘劝进行者 你必须度众生满菩提愿 慈悲喜舍六波罗物 这是涉善众生界 居士受藏所五戒之后 得到戒体 还需要恒常护持长养这个界体 令他防非止恶的功能 日益增长 所以要学戒 要知道戒法的开遮慈犯轻重 我们将慈犯轻重 再和大家解一解 什么叫做开遮慈犯 慈是什么呢 慈有止慈和作慈 两种分别 止慈 以戒法防止身口意 作恶业 即是诸我莫作 我们平时六根 执着了所缘境的六尘 而迷失了本来的面目 如果修禅的人 打失良生本来面目 这是禅里迷失了本来面目 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 本来面目是念清静的 本来面目迷失了 除了外景而走 除外景而走才是造业 这个本来面目是怎样的 我现在 如果我很清静 我不思善不思恶 我一个很清静心 在这个短暂的时间 可以说我这个是本来面目 本来是清静的 一瞎看大眼 对于外景 一执着了外景 就不是本来面目 迷失了本来面目 我们平时的凡夫 念念都迷失本来面目 不知道 贪亲痴 万言 恶见 这些烦恼 我们完全不知道 只是 处处都是为自己着想 所以我们就迷了本来清静的面目 当你正坐的时候 能够不思善不思恶 能够济深一处 就显现本来的面目 但我们通常都是被外景所牵引 所以我们在禅堂正坐的人 有时候我们正坐的眼睛都被禅堂的唐主罵 看什么 哪个磚才能够 哪个磚头是你的 每一样都是属于你的 你的身体也不是你的 你的身体是暂借的 这个身体到时就要完结 所以在禅堂里面 你不能够除外景所走 要集中济深一处 无事不办 参码头就参码头 参念佛事税 你就参念佛事税 何谓参念佛事税 我们有如来禅和祖师禅 如来禅容易收 所以我们通常 修止观 修如来禅比较容易正坐 你可以根据九注心 以其施地论的九注心的正坐 素色 或是素色 灌丹田都可以 这是指观的方法 也有参码头的方法 参码头的方法就是起疑情 参念佛事税 念佛事税 例如高敏子 德林老外相 七清法师 参念佛事税 参念佛事税 有些人说参念佛事税 我念佛是谁 是否我 是否我口念佛 是否我哪个念佛 找个答案 你找到答案我就成佛 不是找个答案 参念佛事税 不是找个答案 我知道念佛事税 我就搞定了 不是找答案 是一个疑情 是一个起了疑情 人的网念是什么 如果我们用一个譬喻 在这个房子里面 我们有很多网念的 这个脑子就是这个房子 我们 网念很多的 千千万万的网念 我们不要那么多网念 我们将这些网念 归纳为一个 念佛事税 起了疑情 好像一个 氢气球 好像一个球 一个balloon 里面就是一个疑情 一个suspicion 一个dope 念佛事税 就是这个疑情 你不可以找答案 你不需要去找答案 有这个疑情 念佛事税 这个疑情 越来越 这个疑情 你越来越有这个疑情 有这个疑情一大 你的网念就没有了 你全部都是充满网念的 你的疑情一大的时候 你replace你的网念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你的网念越来越少 你只有一个所缘境 你这个念佛事税就是你的所缘境 你将所有的那么多所缘境 那么复杂的所缘境 化为一个叫做念佛事税 这个念佛事税越来越大 这个疑情越来越大 大到 大到全部 这个房间里面 越来越大到 只有一个念佛事税 就是一个所缘境 有一天有恩怨的时候 你的气球一刺下去爆了 连疑情也没有了 清静了 看见本来面目 好像虚昏老和尚 如何开悟 虚昏老和尚参码头 参念佛事税 参到在最后 尾尔的香的时候 他一刺下去 喝水 他用手去拿杯 拿杯的 倒水的人一刺下去 一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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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疑情就破了 就开悟了 气球大大大大 其他的网念也没有了 只有一个所缘境 这个所缘境也没有了 他说什么 烫着手碎破杯 家破人亡 雨难开 春光得到处处处寿 山河大地是如来 他忽然间 就是 他一个所缘境 我们的所缘境很多 杯子跌落地 响声名匿匿 虚空粉碎野 狂心当下息 狂心当下 开悟了 他就是 他的所缘境归立了一 我们 开始学习 对着这些粗的所缘境 你连粗的所缘境也对着不了 你怎样去静坐 一眉眼就有很多境界 你如果对着你每天的生活里面 你喜欢做什么就什么 杀到淫妄就行 起什么念头都行 诸法义先道 与子与造作 你起什么念头 你要照顾你的念头 禅宗要照顾你的念头 你要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贪的 你敢淫欲的 你在想财的 食明食碎 你在想全部是作业的 这个戒就是 帮你停止你那些 不作那些 不将那些成为现行 戒律里面 什么叫做慈 指慈 以戒法防止 身口意作恶业 即是诸恶莫作 作慈 保持善法 例如懺悔 结下安居 自恃 就是众善奉行 这个慈方面有指慈 就是conformity 慈就是conformity active conformity and passive conformity 犯就是作犯和止犯 身口意之业妄动作恶 触犯止慈之法 叫作犯 止犯 怠慢身口意三业 不修作慈之善业 即是慈和犯 开 开许 即是可以 有exception 如果你根据菩萨 戒本经里面 每一条戒律都有开源 可以做的 虽然有这个戒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是可以做的 这些是讲菩萨介受再讲 遮禁止之意 再来我入简单的先讲佛法的三藏十二部 有些人未听过佛法的人 不知道佛法里面有三藏 原装法师叫三藏法师 有经、有律、有论 我们现在讲戒律有什麽根据呢 我们现在讲戒律有什麽根据呢 我现在讲他的文献 这些是适合一些 想在戒律方面追寻多些义理 他想读更多戒律的书 想更加了解从文师收入三魔地 他想在文方面多些深入 你要知道律学律藏略有什麽 这些是适合一些比较 对于经论有兴趣的人 对于经论没有兴趣的人 他不会喜欢听的 会觉得很闷 但是一定要讲这些 经例如阿含经 摩波耶大方讲佛法验经 金刚经 所以经 经律 四份律 五份律 摩科争奇律 十十众律 不同的律部 如其施地律 大指导律 舍大圣律 宗观律 那些权围律有三种 三类的 戒律不仅被奉为三藏之一 更是三学之首 佛陀一切经教 皆不出戒定为三学 皆有防非止恶的功能 为修持之首要 依戒生定 依定法为 为可以破坏正真 以此成佛 即是说 经 律 论里面 律是佔一部份 但是居士 最弱的那一环 我昨天也讲了就是律 居士大多数对于律是一知半解 只是要懂一点 为什麽呢 出家的律 他又不可以看 你不可以看你是在家人 不可以看出家的律 你看了出家律 不可以出家的 不准你出家的 你看了出家的律 有两种说法 有些南传的 可以给你研习出家的律 但是北传的 你未去到那个地位 你不可以看出家的律 而你不可以看到 比优尼 比优的四分律 我又想出家 拿着这些和尚的戒律 看看他能不能出家 到时人家问你 文贼兰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过律法 有没有偷看 可能 要有另外的揭磨法 你才能出家 是不准你出家的 你偷看戒律 人家仲戒的时候 好像今天初一 我们要仲戒 半月仲戒 那些菩萨戒的人 要仲戒 人家仲戒的时候 你不可以偷听 和尚仲戒 你不可以 他怎样仲戒 打个窗听他怎样仲 不可以 仲戒 你是居士 你不可以偷听 出家人仲戒 有很多这一类 要遵守 但是有这些有几种看法 有些人说 如果我不懂得出家人的戒律 我们和出家人相处的时候 有很多忌諱的事我们不知道 亦都是 所以在法门里面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印光法师 宏一法师 和偶益大师 这些看法有少少不同 因为有很多 出家人的戒律 如果居士不知道 会影响出家人的羞耻 例如 举个简单的例 在家居士不可以批评四众个 在家居士 批评四众个是不行的 是犯戒 即是说 某个出家人 怎样不好 这个什麽法师 我听他这样 他又不应该这样 这个人就这样 你已经犯戒了 犯了很重的戒 你批评四众个 比丘利不可以批评比丘 居士不可以批评比丘利 亂作批评 第一 你没有这个根据 你是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 你一直传下去 你破坏佛法 因为你又不是亲眼见 就算你亲眼见 在不适合的场所 不适合的时间 也不可以乱说 你乱说的时候 你会影响破坏佛法 很大罪个 所以你不可以随便批评四众个 这些是很多人犯的 一拿开电话就讲这些是非 你讲了这些是很大罪个 很多时候 出街人 派别休禮 如果是守戒 他派别休禮 你居士富贼 他不可以就这样摺 不可以抓住手 所以你给导我们的时 我们才会这样摺 最多是这样摺 不可以手抓手 有些用攝着肩膊 发师 有些真的不知道 挖他一口 有个比丘,有个外国人看到加拿大人抱着 说一口怎么办 这些会破戒,这些是完全要明白的 如果你看到法师单独在他的房间 你是女居士,你不可以就这样冲进去 因为他犯戒 你令他犯戒,一个男女怎么可以独居一室 在屏障处受人有基严,又有基严之戒 基严之戒就是我心底光明,我没有做错事 我去哪里都行,你去哪里,我无论为什么不能进房间 我清洁而已,我拿东西而已,我自己行为端正就行了 是,你没有这个心,但是有基严之犯 基严就是人家看到那个和尚,为什么有这个女士和他一起 他会怀疑,有基严之犯 有很多这些问题 例如,如果你完全不懂出家的戒律 有很多忌諱的事,你都会做出来的 例如我们出去外面应供 请吃饭或在家里说法 他在家里有一个长者,他一百岁,九十九岁 我是三十岁的比丘,我来到他的家 大家坐在一个地方,请了比丘来说几句话 那个长者说这是我的家 如果我习惯,我习惯在家里,我习惯在家里 我习惯在家里,我习惯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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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比丘说法的时候,比丘说法的时候 让那个长者坐在中间,他会返法 如果说法,为什么我这个桌子要高些 如果我说法的时候,我跟你一起,我就返法 如果我比你更低,就更麻烦 如果人在我 我又不可以跟你說法 你躺在這裏 我不可以跟你說法 不可以隨便跟你說佛法 有很多有250屆 很多界律大概要知道 不可以摸手摸腳 不可以跟法師聊天 差不多面對面 看得靜 不可以 不可以這樣 你要有些知道 有些不應該做的事 說話 不要嗒聲嗒氣 如果法師一起吃飯 即使你應共 除非你全部是女眾 全部是女眾的 法師我們都不會出去 全部是女人 只有一個男人 你有什麼好看 所以人們問你有沒有男眾 男眾要接近法師 不是男眾坐在對面 這兩個女眾逼得最邁 承河體痛 這完全是影響佛法 尤其是在齋菜館 我們 出家人吃飯應該是持缽的 應該是答醫的 如果在吃飯的時候 說來說去 手沒觸到 噴了口水 我們不說話 所以請出家人吃飯 他在吃飯的時候不說話 吃完飯 結了齋才說話 很多要知道的 當然有些出家人 就是 手不會犯非時食 有些也不要緊 是個午都吃的 如果請出家人吃飯 你要問他 其實 請出家人吃飯不要晚上黑 某某法師晚上在哪裡找個蘇菜館 7時集合 如果他是非時食的 個午不食的 你請他 要令他犯戒 你請法師吃應該是中午的 應該是中午之前的 你不能請他吃晚飯 因為有一條戒律是不可以過午不可以吃 出家是前午的 午後不吃飯的 你晚上請他吃飯怎行 不可以的 有很多很多這些臨臨種種的事情 你要知道 如果那個男法師和女居士是很熟悉的 是可以的 但你要保持一段距離 不可以 不可以說這個真是很發心 越來越近 這樣是不可以的 你要明白那個法師是不可以跟你很近的 當然很感激你 那麼支持佛法 你也要保持一段距離 有很多事情發生的 如果他的距離太近 這些完全要注重的 你不要犯了戒 你犯了戒 一犯了戒 萬劫難回 又是你受了五戒 如果你受了五戒 犯了基本戒 以後不能出家 很麻煩的 而且很痛苦 這些真是三師而後行 持戒 學戒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真的要遵守 遵守戒律 所以佛法僧三保 如果你是守戒的僧人是一保 他完全守持戒律 居士守戒都是一保 你受了戒 而不遲戒 不守戒 你犯戒 日日犯 即是喝酒的戒 你受了不喝酒 我今天喝酒 喝了酒就犯了一次 你以為一次 煙煙犯 即是每喝一口就犯了 你喝十口就犯十次 如果你犯了戒 你不懂得忏悔 那就重疊重疊 你的戒體不斷損失 你要忏悔的 如果你犯了戒 你要忏悔的 你要向清众忏悔 就像出家的戒律 某戒犯了要和二十个僧人忏悔 不是犯了就算 有很多忏悔的方法 有忏悔的方法 有戒律 就是准备你犯的 你完全不犯的 用什么戒律 我都不犯的 用什么有戒律 你不要怕犯戒 我不敢守戒 我不敢守戒 因为我怕犯戒 犯了就忏悔 除非你犯根本不可以犯根本戒 杀到人 你犯了忏悔 如果你永远怕 我们常常都是这样说的 宁愿受戒之后 犯戒 都不怕戒 而不受戒 我怕了 我不受戒 你怕了不受 永远不可以成佛 永远不可以离苦得乐 所以一定要受戒 根本根本不能犯 普通人可以忏悔 根据菩萨戒来说 你犯了根本的 亦都可以 忏悔有很多方法 有取相忏 有作法忏 有事忏 有理忏 这些你都要学 如果你受了戒仇 如果你犯戒 你怎样去忏悔 用什么方法去忏悔 以后里面全部有讲及 三种名称 我们曾经说过 是重复的 Vinaya Pele 即是佛所制定的戒法 佛制定这些戒法是我们的大恩人 为什麽 希望我们不会堕落 希望我们不能够离苦得乐才制定这些戒 因为你事上杀到淫妄 永远没有希望 如果你不持戒 继续 杀到淫妄 我们人轮转生死 在这个火窄里面 基本上有烦恼 有果报的身体 有很多业障 如果你有这些烦恼 有果报的身体 有这些业障 你不理 我这一世 做一日和尚 敲一日中 享受尽他 享受尽他下一世 我不理 下一世我不知道 这些人没有希望 很难理 没有希望 没有得离苦得乐 他这一世的复合 享尽就没有了 可能下一世再堕落 没有希望 有些不是 有种人也不是 他要面对这些事情 我怎样可以离苦得乐 我怎样持戒 怎样能够凝造自己 将来永远脱离 六道轮回 这些人才有希望 你选择做哪种人 你现世认为 有一日和尚 敲一日中 响落算 你这个人生 将来会得到无量的痛苦 由你自己选择 波罗提目差 解脱 三种名称 四种意义 大家要知道 四种意义 戒 戒 戒 体 戒 行 戒 上 三种功用 泄律仪戒 善法戒 泄众生戒 你知整个律学的结构 大概的结构 你就会思维 原来律学是包括这么多东西 原始佛教律狀有广律 有戒经 有律论 广律 有同谍律 十种律 四分律 摩科争奇律 五分律 根本说一切有报 Vinaya 这是广律 律有这么多 戒经 波罗提目差经 比丘比丘尼的戒本 巴利语的戒本 摩科争奇的戒本 法藏部 四分律 饮光部 化地部 这些不是研究戒律 要知道些 原来文献是这么丰富的 戒律的文献很多 你们只是看金刚经 宁验经 宗观论 尤其是施地论 成为色论 对戒 但多数是 不懂的 宁验经 大师花了一生研究戒律 还有很多很多律师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戒律 律论 善建论 撒普多论 22名了论 这些全部是原始佛教的律葬 这些大家想继续研习律学 这些是文献 中国大乘法的律宗 律葬传到中国最初被判为小盛法门 唐朝道孙律师根据佛陀以戒为师的维教 事力将戒律容小归大 成为大乘的佛法 他认为五部律里面 四份律最适合中国 将大乘的教义来解释小乘的律学 建立了戒法 戒体 戒行 戒上之说 令戒律更加容易懂 更加容易明了 更加容易理解 于是四份律 是中国所谓各种律本最流传 最广影响最大的佛教戒律 甚至在中国所谓律宗 是指四份律 中国人所谓的律是四份律 中国近代律师发扬律宗著作论术最多的是四份律 这是中国大乘佛法的律宗 文献 南山律 唐朝道宣律师 居宗南山 后世恩千奇 赞述南山律 南山律与法花经 涅槃经等 而识通四份律 贯涉两成 赞集成宗 成为一个律的宗牌 四份律 三繁补缺行时钞 我们略称是时钞 所以在我的笔句里 什么是时钞 四分律 三繁补缺行时钞 四分律 含柱戒本术 简称是本术 四分律随机结磨术 简称是业术 南山三大部 南山三大部就是这三大部 时钞本术业术 南山三大部是很难懂的 因为唐朝是古文 若你打开南山三大部来读 你不知道他会说什么 后来宋朝有元兆律师 用支持记来解释事硕 行踪记来解释本抄 制缘记来解释业硕 即是有注解 注解南山三大部 最出名的就是宋朝元兆律师的注解 我们看完赵律师的注解 才能够帮助到我们 去明白南山三大部的书 我相信在在很多人都未必听过 南山三大部的律宗的注作 听都未听过 今天要开开眼界 原来看文的佛学 中国汉民的三藏 是人类历史上最丰富的哲学宝藏 如果我们可以将佛法和哲学来说 最丰富因为最多 中国汉民佛学的收藏是最丰富的 现在慢慢翻译成英文 最丰富就是中国的佛学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二千几百年内 有很多印度的僧人 传来中国 亦有中国的和尚去印度学 例如 法显大师 唐延庄大师 全部他们远舍 去到印度去求学 再将佛法带回本土 所以非常丰富 黄一大师《南山律在家庇栏》里面说 南山之文古绝 而易侧忍 后知学者未可为难 浅尚接子 应而应杂栏 自然故通 黄一大师这样 勸勉我们 他说如果你看南山三大部 这个文章很古朴 如果你能够 读通了南山三大部 你的文学根底一定是很强的 因为我们读佛经的人都知道 南山三大部里面的文学 是一等的文学作品 如果你用中国文学的眼光去看 他根本是一个文学的著作 每一句话都很古朴 他含义相当之深奥 但你不要认为难 你经常看得多 你就会懂 这是黄一大师教我们的 事藏要去看 南山律 虽依根 虽依根四份律 但这个律属于小乘 但其二则通大乘 这是南山律里面给大家一些资料 律部重要的典籍很多 四分律 十进律 争奇律 五分律 等等 很多很多 这些大家可以慢慢研习 近代的律学诸述数量很多 南山律在家避揽 这本就是南山律在家避揽 宏一大师花了十几年 将南山三大部里面的最精要的 冲成一个南山律 适合在家人看 所以宏一大师 充心地花了十几年的功力 将南山三大部 冲成最重要的义理 放在南山律在家避揽 适合在家人看 这本书你一定要看 但不容易明白 你看明白 对于律学有相当的基础 五界 八界 菩萨界 甚至有 出家界也有 南山律在家避揽 有些佛学书局也有 还有 菩提正道菩萨界论 五界上经 展要保释 佳学书要五界表解 五界上经 讲化律师所的杂注 其中当然是以南山律在家避揽 是宏一大师综合唐 道孙律祖的南山三大部里面 适合在家仲研习各章 适合为六篇 中体篇 慈犯篇 参悔篇 别行篇 戒体篇 名相别考 律祖年谱 南山三大部里面已经很丰富 南山三大部里面 律学里面 在这部书里面 适合在家人看的书是非常丰富 因为南山三大部里面 有在家人的戒律 未必适合你看 你看南山律在家避揽 王爷大师 所编辑 就比较适合 第一条题目 家居有蚂蚁如撒枝 是否犯戒怎样做 事上都有这些问题 家有蚂蚁应该怎样 第一件事 你家里干不干净 第一件事要保持家居清潔 以前我在多伦多的时候 我们在佛寺住 我和圣公法师 成长法师住 当时我是未出家的 在多伦多大学 他们也有蚂蚁 蚂蚁多到他们无法照顾得到 尤其是蟑螂 因为佛堂里面 有很多外来的人 外面来佛堂的人 衣服就挂在 装置的地方专门被人挂衣 每个居士都挂衣服 有些还有带着蟑螂 带着蟑螂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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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度的蟑螂 难道会搬出去 这个佛堂就会没有 正如印光法师里面 唯有众咒 众大悲咒 求佛观音菩萨的加持 让这些蟑螂 越来越减少 确实是他们做众咒 很虔诚 慢慢慢慢就少 你看众咒的力量 用众大悲咒的力量 众六字大悲咒的力量 求观音菩萨的加持 等这些 或者土地神灵 可以令到这些蟑螂 自动慢慢慢慢搬家 但也不容易 印光老法师在文抄里提过 有老鼠 在厨房里面有很多老鼠 印光老法师他们持咒 没多久老鼠就走了 那你行不行 我暂时不行 如果你认为你是可以 那你就持咒 但是如果你杀蚂蚁 是犯戒的 所以你不适合杀蚂 应该怎么做 移动 移动 你跟Past Control那些 谈一下 你跟他说 你不要杀 Past Control那些多数是杀的 噴 你不噴行不行 有什么方法 或者可以教到这些方法 有时候我发觉 例如我们观音址里面 有时候有些 Raccoons 即是那些狸猫 加拿大有些 野外的地方有些 大隻的野猫 我们念咒 那些野猫 有些乌鸦 这是第一件事 你保持家居清潔 如果你保持家居清潔 还有你就想办法移开蟹斗 如果是不多的 例如有些蚊 有些蜘蛛 蟑螂的时候 你要懂得怎么捉 我们捉的方法 就预备很多胶袋 那个胶袋 尤其是 那些蒼蠅 那些蒼蠅 我们已经捉得很聰明 我们那些出街人都捉得很聰明 用胶袋吸着那些蒼蠅 就出去外面放 蟑螂 蟑螂也是 蟑螂走得很快 蟑螂其实比乌鹰更聪明 蟑螂飞来飞去 但蟑螂你动一动就走得很快 你捉不到牠 他一捐一捐就找不到牠 但是我们 把胶袋放在手上 反转 蟑螂一来就捉着胶袋 就捉了蟑螂 你要留意这些 你要训练自己怎捉蟑螂 怎捉蟑螂 第二个问题 遣宗及蜜宗修持 的方法不同 可否遣蜜相修 遣蜜相修可以 其实是遣宗有蜜 蜜宗有遣 遣宗里面有很多蜜 放蒙山很多蜜教里面的 大悲咒不是蜜的咒语 放蒙山的时候 蜜里面就有蜜教 但是如果你看印江老法师的文抄 这是印江老法师自己的文抄里面说 不赞成 末法的人修学蜜法 因为蜜法比较神秘 而神秘之中学蜜的人 是比较贪求快速 我要求授求财 我又要求财神法 我求这样求那样 我特别容易 尤其当我求到的时候 他更加会 这个蜜法更加灵验 蜜法 是 不容易收学 若当你收学得不好 就很容易 迷信了下去 而且你即身成佛 真是不容易 物法的成佛 所谓佛也有不同的 解体也有不同的解释 它是何谓即身成佛 即身成佛 如果印江老法师所说的 现世即身成佛很难有 我们人类历史里面 只有即身成佛 只有一尊佛 是释迦牟尼佛 再没有其他可以即身成佛 如果他用这样的赤道来说 只有佛 只有释迦牟尼佛 如果你说修物法可以即身成佛 所谓佛的定义可能是不同的定义 显物相修当然是好 比较上最稳健的 都是念佛 念佛法门最稳重 根据 我自己不敢说 根据年终十三祖印江老法师说 很多修物的人 临终一着都把握不住 不少 反而有些修念佛法门的时候 临终受碎相颇多 这是印江老法师所说的 不是我说是 物不好 显又好 我没有这个分别 而且我对物法不太懂 你应该问一些懂物的法师 因为物是另一种修法 但我觉得显宗里面已经 很多物 我们念大悲咒 念六字大明咒 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 我们又有结手印 又放蒙山 显宗有物 物宗有显 如果你说 我显宗的 我想修物法 我会不会道法 因为物法里面要有上司 如果没有上司加持我灌顶 我随便哲论 证咒的时候 我听说物宗的说 道法是不行的 不灵验的 不重要 为什么 你没有学 大乘金刚陀罗尼法 根据大乘金刚陀罗尼经 大乘金刚陀罗尼经里面 有个物的咒语 你念咒语二十一片 即是释迦牟尼佛 有半顶授记给你这个法 大乘金刚陀罗尼经里面有说 你念那个大乘金刚陀罗尼咒 那是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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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释迦牟尼人都会中这个咒 中了这个咒之后 你中所有的物咒 根据经文说 都不是道法 如果不是你是道法的 你没有上司教你咒 你怎样可以随便念咒 但是你念了那个咒 就不是道法 而且 所有将来中的咒 都特别有灵验 本人曾从法师于广结线 节目中学习 准题咒 竟有示众之机会及应用效力 是否愚昧如我与佛有缘 可请赐教 你念准题咒的 你得到很多 效验 得到很多感应 不单准题咒 很多咒都有感应 六字大名咒都有感应 根据经文上面说 通常我们中咒最好是持数的人 不吃肉的人中咒会更加 根据经文说更加有效盐 因为你持心不杀 有菩萨的心肠 你敢去中咒 中大悲咒 六字大名咒 会更加有感应 但是准题咒 就算你吃肉 他说也不要紧 都有感应 启首归于苏式帝 头面顶礼七居之 我今清赞大准题 唯愿慈悲谁家乎 那个咒 是否如我与佛有缘呢 如果你与佛无缘就不会念准题咒 你一定是与佛有缘才是 就像我们以前说 我们能够同一条船渡过 我从观堂码头到中环 同一条船 是五百世曾经相会过的 都是有缘人 世间尽是有缘人 我们都是有缘人 轮落三界六道轮回之中的有缘人 所以你说是否与佛有缘呢 你当然与佛有缘 如果与佛无缘的 你今天也不会来这里 一定是与佛有缘 如果有人拜佛中过经的 或者听到的 一句掩神永为道种 永远中了一粒 种子在八色田里面 永远成为成佛之恩 所以你跟人说佛法 你信佛 他有了这个缘 他又要中了这个善根 一定与佛有缘 所以要广结善缘 我们要广结善缘就是这个意思 有时我们广结善缘里面 每一辑 不会太过宗教化 跟你讲一讲一首诗 世事如舟系短碰 或如西岸或如东 这首诗很多人喜欢的 几许越缺还缘越 素渡南风 又北风 世上人无千日好 春芯花有几时好 他就这两句 他已经是 世上人无千日好 每一千日你都会好的 人会有ups and downs 有时情绪低落 不是每日都是rosie garden 每日都是在玫瑰花园之中 你知道我不是每日都那么快乐 我今天被老板骂 不要紧 明天老板又不会骂我 不是每日都骂你的 有up and down 世上人无千日好 春芯花有几时雄 是非入耳君衰忍 半是痴呆半作龙 有人骂你就忍住他 你当自己是龙 有时他骂你一两句 可能他又没有心 你经常想 搞自己不舒服 不开心 不如不要想他 最重要是 将你攀缘的心 如何拉回头 如果你一听到某句话 你不喜欢的 你遇到某一个情境 某一个所缘境 你遇到一个所缘境 我不喜欢这个所缘境 令我很生气的时候 你立刻 不要被这个所缘境牵引着你 制伏了你 你立刻就远离了他 不要再想他 你越想越有问题 为什么 你越想越拋圆那个境 你再想下去 你就会神经衰弱 你再想下去你就会有憂鬱症 憂鬱症就是你越想越憂鬱 所以我们要学习 一有逆境 你一执着了逆境 有个所缘境 浮动了上来 这个所缘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 你眼耳鼻涉身意 你被他牵引着 你不开心 你有烦恼 你一有烦恼的时候 你就被他 舍取着你 一舍取着你 你不要上当 因为你生生世世 你以他为伴 认财作父 你跟他很熟 你从外面的六层 同化了 你被他牵引着 你认财做你的朋友 你立刻要远离他 不要想他 你能不能够不想 你不可以 你一定要想 你不开心的事情 你一路想下去 越想越不开心 你要懂得如何扔掉 因为你的心被外圆境所牵引着你 你不能逃脱 人就是因为这样 堕落 人就是因为这样受恶报 所以 我们要很留意我们的所缘 我们经常是缘所缘境 不要让他吸引着你 戒律就是要你 用这个戒律的方法 帮助你 不让所缘境 他已经洩收你 令到你有个无作戒体 你一被这些牵走 他就说 stop 你不要再做这件事 就有防非止恶的功能 这个是什么呢 你的security guard 是你的alarm system 你的戒律就是你的alarm system 告诉你你不可以做那些事情 你一做了就失去了 一失去了你会沉淪堕落 那时候哭都没用了 你已经破了根本 或者犯了很重的罪 我想法心受五戒 但以前吃素时 以令丈夫感觉不方便 所以受戒是否影响家庭 请法师开示 如何是好 如果你受五戒 你不一定要吃素 不杀生 不偷渡 不痴人 不妄意 不饮酒 不杀生 不是代表你要吃素 你受了菩萨戒 你要吃素 因为菩萨不可以杀害众生 不可以吃众生肉 你受了菩萨戒 你要吃素 但你受五戒 你不杀生 你可以吃肉 你不杀生 你可以吃肉 你不需要杀害生命 所以你不会影响 你不会影响 你不会影响 丈夫的感觉不方便 没有可能 相反来说 如果你受了 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人 不妄意 不饮酒 可能你的样子越来越 人慈悲 你丈夫越来越喜欢你 也不一定 你改头会面 你改形逆切 你的相都变得很慈悲 一看就知道是善人 有些人一看就知道是善人 有些人一看就知道是恶人 你们也懂得看 因为我们更加敏感 做法师差不多是Family Consulting 什么人都来问我们 有些人介绍 我认识这个人 大概都知道这个人 很奇怪 这些是不是神通 不是 这些是善人的经验 因为见得多 见得多了 哪个好人哪个坏人 有些人说来到 我讲佛法的 讲很多佛法的 讲讲讲两句说话 知道你都不是懂佛法 他就说好懂 这些的弟子很多 所以如果你 你想受五戒的 快点受五戒 可能 你和你的丈夫更加容易相处 婆媳的关係更加好 因为你更加能忍辱 你学了佛之后 第一件事你要加对 要家庭 觉得你有改进才行 你受了五戒之后 你以前很恶的 很妒忌的 自尊心很强的 很执我 很固执的 你受了五戒之后 原来 我太太受了五戒之后 整个人不同了 他和我妈妈没有那么多争吵 对这些子女又 爱护很多 慈悲心强了 你说是否家庭是幸福的呢 不同的 受了五戒 受了五戒 受了五戒更加好 但是菩萨戒要吃素 不可以 未必可以 这也未必不可以 因为现在吃素 现在吃素很多种类 有几百种方法 只是甜品也不知多少 你们有没有吃过这里的甜品 吃过 我们有个阿斌师傅 是义工 会做四十几种甜品 现在肉越来越有毒 现在你看看那些鸡肠 生蛋是怎样 每一只鸡 一尺成一尺都没有 那些母鸡是负责生蛋 每日就是生蛋 那些鸡根本有病的 有些脱脱毛的 你吃的蛋是有很多病的母鸡生出来的蛋 那些蛋会不会是走地鸡 以前那些鸡生蛋可能是走地 现在全部是牛也好猪也好 全部吃的是化学原料 猪吃的可能是猪里面死了的猪里面的化学原料 以前牛是吃草的 但现在牛吃的东西为了吹谷它大 半年的牛已经很强壮了 吃些不是天然的东西 你吃了肉会不会健康 所以越来越多传染病 人类的物质文明越来越进步 但是心灵越来越空虚 人的药物越来越发觉得生命 人的补品越来越多 但是人的身体的病越来越怪 我们物质的文明有电话有电视有电台 大家互相沟通越来越近 但是互相的感情越来越疏远 刚刚相反 为什么 我以为是沟通得多 其实不是感情越来越差 为什么 你多了个电话 吵架也容易 早上吵架在地铁上再吵架 即是说你说句话怎样不好 现在我们再跟你谈 你不应该这样 你会发觉在电话里面 听别人的闲口 如果你有心听别人的闲口 我想三分之一都是吵架 你这样不行 这样不好 怎样不好 增加大家的矛盾 电话把你拉近距离 把你的感情越来越疏远 刚刚相反 为什么人类会这样 家庭本来是很close 所谓越来越近 但是越来越不见面 现在的职位越高 越跟自己的family members越远 有些子女的 要见老爸 要预约两个星期 星期五 Friday 1 o'clock 你可不可以跟我吃lunch 两个星期 或者整个月都不见老爸 以前哪有父亲的教育 什么叫教养 或者父亲 母亲的教育 给了父亲 父亲的教育给了母亲 现在很多东西都在变形 人的思维都是一样 整个社会不断改变之中 请问法师 未能受全部五戒是否因为业障太重 要多拜忏有帮助吗 你未能受全部五戒 你受一戒 你不要自己阻碍自己 为什么你说业障太重 因为心里面 或者你还不愿意受管制 不杀生 不偷渡 你不可以不偷东西吗 你跟业障什么事 我要偷东西 我怎么都要偷东西 这是业障不关我的事 是业障叫我偷东西 不关我的事 会不会这样 你自己互相矛盾 我要邪淫 这是业障 我很想邪淫 是你自己不够这个定力 你没有这个心去受五戒 你跟业障什么事 你用业障 逃避了要受戒的那种管束 你不如说我业障这么深 我偏偏要受戒 消除这些业障 我一受戒就没有这些业障 你这样看得不可以 如果我 并不是你的业障太重 你是没有这个恒心 没有这个坚定的心去受 你五戒就受一戒 不杀生 不偷渡 不偷东西行不行 不邪人 不妄语不说谎 难点 妄语是很难的 说了都不知道 不喝酒 有些人可以 你受一戒就行了 师父慈悲请问在大年纪 才信佛是否要修一门法比较好些 想当些智慧请问修那一门 你年纪大最好修念佛法门 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但是要守戒 要持戒 你修念佛法门 为什么 因为人最重要是临终一着 临终去世 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万宗无一 亦都有 你修行最重要是临终一着 人临终的时候 最后 我们见得多了 有些很难走 有些前面在病床十几年 有些戒不断 几个月 有些一年 有些两年 有些三年 你要修最后那一着 你每日发愿 每日向阿弥陀佛发愿 临终的时候 心不贪恋意不颠倒 身无疾病 你时常要求愿发愿 临终的时候无疾而终 没有痛苦的 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算有痛苦也好 能够很容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临终很重要 你要修临终的时候容易往生 每日发愿 每日发愿临终的时候 一身避颈到年迟 不会有痛苦 能够善终是很有福报的 所有做的功德回向善终 如果年纪大 最好修念佛法门 持戒行善 每日有信愿行聚足 每日念佛 每日念最少一个小时 拜佛念佛 最重要 在佛门又是事理圆容 有些人学佛就是学过理论 他不拜佛 不诵经 不离忏 执理就废事 他不知道原来自力 学佛除了自力 还要他力 自力就是用自己的力量 去修行 他力就是佛菩萨的力量加持你 我们靠自力是不够的 自己的业障很重 但佛菩萨是随时向你 感应的 随时会帮助你 佛菩萨发愿是帮助众生成佛 即是 那个医生 时常的接触都在听你的电话 你有病你不肯打电话 你只是靠自己 胡乱食药 自己修行 胡乱食药 行不行 明明医生在等你 大医王 你不去 受他的教导 能够医好你 你一尾自己食药 行不行 所以除了修行 最重要 除了自己的力量 修持 修止观 四念处 念佛 行善 其中一门最重要 很重要 就是他力 佛菩萨的愿力 观音菩萨的愿力 地藏菩萨的愿力 民主施理菩萨 释迦牟尼佛 所有佛菩萨都是救度众生的 但你和佛菩萨产生感应 这个感应怎么产生的 就是从念佛拜佛 念咒产生的 即是他的reception有个电话 时常要收听 你有没有他的phone number 你不打个phone number 你找不到他的 你连电话都不知道 这个phone number 就是你念那句 南和观世音菩萨 南和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和地藏王菩萨 乃至念观世在菩萨 行申般若波罗密多时 乃至乃至乎 全部是frequency contact of frequency 是频率的感应 你每日念六字大明咒 每日念大悲咒 每日诵经 将你讲闲话 看电影 吃饭的时间 减少一小时 这小时什么都不管 我要和佛菩萨沟通 得到佛菩萨的感应 我这小时什么都不做 我要诵经 拜佛 念佛 天天这样做 这个力量非常大 为什么 你打惯那个电话 receptionist就认识你了 张太 你要个appointment 什么时候 我可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他和你熟了 他完全熟悉你 所以你一定要每日 一拜佛 诵经 念佛 念咒 完全是有感应 是佛菩萨的感应 你有自己的力量 自力加上他力 自力里面最大的力是什么 就是你的愿力 你自己的力量要修持 你要发愿 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往生得到的 我要念佛 但我不想死 我不愿往生 我明天往生 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还有很多事情未享受完 我不想走 你不厌离娑婆 你不可以往生 如果你的心想着 我随时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佛阿弥陀佛能够接引我 我今时就可以去 我放下一切 我还有这些钱未分配 我还有鑽石戒指 我还有珠宝 我还有多少层楼 我要怎样分配我的钱 我要怎样给我的子女 结果子女大家争加产 一日无常到方之梦女人 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除身 你不如现在做多些善事 你留钱给子女 不如为子女做多些功德 多些放生 多些扶贫 多些行善 在佛门里做多些功德 你拿钱来 到时你不用的是谁 要不就是银行的 要不就是子女的 我听过银行经理说 有一部份的钱 是很多人 去世了完全没有交代的 永远在银行里面 有一位 在十几二十年前 听闻有一位法师 不要说名 他去世 十几二十年前有两三百万 他的遗图是怎样 他说 我五百年后 回来拿 某某银行 你五百年后 不要紧 你一百年后回来拿也不要紧 亿走银行 有很多币在银行是多门 那些钱是永远都在 没有人claim 他没有遗图 去世了都不知道 那不如做善事 做多些善事更好 钱要用才有用的 没有用的 是属于银行 属于你的下一代 下一代是怎样的 他拿钱来买个Ferrari开 买个靓车 买洋楼 享受世界 所以 你大年纪念佛法门 自力他力兼备 理事圆融 每日一定要有时间拜佛念佛 重经拜惨 不是迷信 不懂就迷信 有些不懂就迷信 怎会迷信 我甚麽经都不入脑记不着 是否我受戒时戒体不入心 请法师开示我 你听经 记不了的 诵地藏经 因为地藏经里面有一句 如果你诵的经文 你记不了的 想不到的义理 你事常读地藏经 地藏菩萨会加持你 你很容易记得到 你念地藏菩萨 读地藏经 你越来越 记忆力也好 我将地藏经用广东话录了之后 有很多人请 有英国的 有一个 有一个小的佛 在英国 有个朋友 告诉我 是他的亲戚 他拿着地藏菩萨 我录的广东话 俗地藏经 他初初记忆力不好 但他怎样呢 他很聪明 他发心要背了地藏经 他是在佛仔做主餐 两夫妇有一个小型的餐馆 很快收铺 收铺的时候 他就俗地藏经 他真是整部地藏经 由头背到落尾 他本来记忆力不好 但他在佛仔里面没有生意的时候 没有人来吃饭的时候 他不用炒的时候 他就不会讲是非 没有什么朋友 没有什么亲戚 在佛仔那里 又没有什么豪情 什么乱海豪情 去追个豪情 又没有豪情去追 又没有节目 又没有打机 一有时间就拿一部地藏经去看 结果整部背了 你可以引以为监 请问在家仲求出家 要什么条件 在家仲求出家 不是你说求出家就能够出家 通常出家你要找个师傅 还有你有没有其他条件阻碍 出家的人很多障碍 不是我要出家就能够出家 我曾经很多次和大家说过真实的故事 有个想做比丘的出家 出了七次都出不了 最后一次 从一个省 去到另一个省 搭火车 未到那个省就被人推下车 被火车剪死了 最后都出不了家 出家是很多的障碍 障碍你不让你出家 如果你出家真的发生修行 是很大功德 是三保之一 所以如果出家而不修行 很大问题 如果你自己新出家 你不修行 你还是做在家的事情 或者你出家之后 你还是商业化了你自己 你只是懂得敲打唱脸 你对我们出家的初五下 完全是要学习戒律的 要真的intensive study 你完全要懂得戒律 要学习的 不是出了家 没多久呢 就是滔滔不绝的讲经说法 忍不住要向大家弘法 要自己自修 要自己充实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讲经说法 不如自己自修 自己自修 如果自己懂得 又想贡献给别人 事上出家的人 都有一种很惭愧 自己要多些自修的心情 如果你出家的时候 你将你所有的时间 敲打唱脸 去做佛事 去赚钱 为名为利 那你出家来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出家 请问在家求出家 要什么条件 你不要说条件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出家 我这段时间 经常找工作都找不到 我老婆又没有 现在离婚了 我的子女又不理我 我出了家就算了 我说我不接受你 你不要搞我了 你自己搞定你自己就算了 你出家的目的 因都不是正 你是逃避世俗而出家 出家是要大菩萨的精神 要弘扬佛法 广道众生满菩提愿 昨天所说的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在眼尤灯 不断磨练自己 燃烧自己 你才可以照亮别人 我再能复杂热 搭灯吗 你才能骂 也恨